在立喆偶劇季裡面呢 我們終於可以把我們之前在歐洲 在一些小城市參與藝術節的那種感動帶回台灣 那它和一般官方辦的這種大型藝術節非常不同 那它其實是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演出 然後參與看到藝術家創作的過程 跟它面對面可以聊天 然後還有一些首創的一些延伸活動 那它的感受是非常全面性的 就好像你走在任何轉角都可以撞見一位藝術家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在立喆偶劇季之中 也能夠創造這種氛圍 這次立喆偶劇季會帶來什麼樣的節目呢? 首先要介紹的是來自匈牙利的迷你妙妙偶 那大家可以一起回想 我們有時候看到一些袖珍的小模型 會有小人物在裡面 那我們就好像縮小到那個迷你世界去探索 那我們在看迷你妙妙偶的時候 也會感受到 雖然那個偶很小 但是它非常的精巧 它很靈巧地在你面前活靈活現地跳舞 那這時候你會感受到 操偶師真的是對人物的觀察非常的細膩 來自以色列的小裁縫的奇幻旅程 是火車劇團很著名的一個作品 他們非常善用細膩且優雅的這個美術風格 在呈現出一個很讓人賞心悅目的小小世界 那我們就會跟著主角呢 劇中的主角一起去到處去冒險 來自美國的沙漏劇團 穿你穿過的手套 背後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那我們在去年偶劇季中 沙漏劇團的創辦人Eric Bass 在這邊進行了他的 秋天的肖像的世界風箱巡迴演出 那我們非常高興 其實他的女兒Shoshana 他再度延續了這些戲偶生命 這些跟著他爸爸演出了40年的戲偶 讓他再度穿上他們 然後演出自己的成長故事 所以我們在裡面 將會看到非常濃厚的婦女情深 這三檔節目呢 都是世界各地的藝術節 非常受到好評的作品 很興奮他們即將要來到台灣囉 大家一定要來趕快感受 轉角遇到藕的美好時刻 到明了 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